在老窝去泰国这一段呢 路况真的是非常糟糕 你开小车是很吃亏的 再者呢 这个路上面是会出其不意有个坑在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遇到皮卡你就让了它吧 因为在这里开小车吃亏 开皮卡是特别快的一个事情 到了老窝境内呢 你会发现路上的路牌其实真的很少 要不就藏在小卖部旁边 真正拿来做路牌作用的就是这些路碑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的是会赛 你可以认得住会赛的英文要距离还有多少公里呢 下面会有显示 还有一个就是呢 其实路上车流量真的很少 但是当你进入到村庄的时候 小心一下小朋友 因为他们都会在这些路边玩 但他们有一个规则就是呢 不会走得太外面 但是动物鸡鸭儿 类似之外的 现在呢 就是跑完2500公里 过了老窝之后的样子 我的建议是千万不要洗了车 才出国门 因为现在老窝的路况是很烂的 洗了等于没洗一进关的全脏了 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会赛的口岸 不过因为老窝这一边海关沟通上面的问题啊 就他不知道你在泰国有没有领导车 如果没有领导车的话 开中国车过去 出了关是回不来的 所以他现在的做法就是呢 等泰国那边的导游跟司机过来接了我们 才能够过去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泰国 然后前面这台马自达2呢 就是我们导游的领导车了 现在看得到我们现在已经靠左行驶了 而在出老窝关的时候呢 还是遇上一些小问题 那就是钱的问题嘛 出去的时候啊 我们已经告诉他了啊 我们在对面泰国关有导游 已经提前做了申报 就放我们过去吧 但他们说不行 最后我们车辆就给了400人民币 然后我们两个人出关的时候 还得给那个盖章的人200泰铢 重点是在于我们过去的时候 还是给拦下来了 继续给钱 但我前面那个车不用给啊 就是看着你是中国车牌 包括我们刚才已经过来的那一队 摩托车队呢 也是随机抽了不少钱 所以这个事情也能理解 你们也知道怎么去操作了哈 然后现在的话 已经在泰国境内开了 右舵行驶 我们靠左走 开着一个左舵车 在这个国家里面开了 你还奇怪吧 对就挺奇怪的